咳嗽 打噴嚏 各種小細節可別忽略 別以為是小感冒 也有可能是印度變種病毒 找上門 英國研究指出 這一波變異株症狀和先前都不太一樣 40歲以下的患者 最常出現的病況就是頭痛 再來是喉嚨痛和流鼻水 而40歲以上除了頭痛流鼻水 比較常見的症狀就是發燒 如果越年輕的患者 頭痛會越嚴重 想要掌握病症 口訣二痛一水別忘記 我們通常叫做兩痛一水 頭痛 喉嚨痛 流鼻水 那小於40歲頭痛的比例更高 大概占了大概三分之二 它不是沒症狀 而是因為它的症狀 有些時候沒有被報導出來 所以會把無症狀擴大解釋 建議就是說 只要跟這個印度變種病毒株 有接觸的人就一定要接快 因為它無症狀感染還是 真的是蠻嚴重的 面對印度變種病毒入侵 只能小心再小心 生活中的警示別忽略 畢竟病毒上門總是悄無聲息 三小章的聲音台北一槍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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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